广告继续浏览后续在自民党议会党团的询问下,联邦政府答复说, 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尽可能广泛的候选疫苗非常重要。 但是,人们必须认真考虑使用灭活疫苗来预防新冠病毒。 自民党议会党团经济 政策发言人和问题提交人来因哈特湖本Renad Hub 表示,德国政府对中国研究成果时怀疑态度是合理的。 他在提问时,就提到德国对中国的依赖,仅几个月来尤其表现在防护社 备核药物上 研制出疫苗后,人们担心德国和欧洲要得到疫苗疆 被拖延并必须付出巨大代价。 4月底,中国北京科兴公司宣布成功 研制出SARS-CoV-2灭活疫苗 疫苗引发米猴免疫反应 但是 尚不能排除该灭活疫苗可能引发的某些风险 比如,感染增强抗体瘾 发的并发症或所谓的增强呼吸道疾病症 后者意味着,接种疫苗后 接触感染病毒而生病会比未接种疫苗时更严重 联邦卫生部国务秘书 萨宾维斯在回应自民党的询问时 还提到了更多风险 为了以工业 规模生产消除了活性的死疫苗 必须处理大量有传染性的新冠病毒 这使得疫苗生产必须在非常高的安全措施下进行 据联邦政府所知 使用其他可选疫苗技术则不会产生此类风险 政府的答复还显示 德国政府显然几乎没有从中国那里获得任何有关疫苗开发的信息 而 没有相关科学数据 德国也就无法对中国的疫苗研究做出恰当评估 根据上周公布的消息 德国与荷兰 意大利和法国一起 希望加快欧 周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 以便所有欧洲人都能从中受益 建立这一连 盟 也是为了应对中国和美国在研发疫苗上的优势 德国政府还承诺 欧洲开发出来的疫苗将向全球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